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杯酒而已 谢了 美女 下回去玩啊 醒醒 小帅哥 醒醒 你干什么呀 你被人下药了 我没有被人下药 我只是喝醉了 你干什么呀 我没有 细皮嫩肉的还敢解尸 我告诉你 别对我多什么歪心思 我的身份你难以想象 轻点 轻点 腰断了 脖子腰断了 喂 醒醒 我去给你倒杯水 别动啊 你要是真的关心我 就 怎么算是安分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我被劫色了 这么狂野 不会是我绑的吧 走啊 不警告你啊 你离我远点 不要对我行不轨 我对你行不轨 姐姐 你看看清楚 明明是你昨天晚上折腾了我一起嘛 放开我 这么快就登出来了 我怎么就私生活混乱了 那个 你听我说啊 我不好追口的 你这什么意思 大家呢都是成年人 既然我们已经 那 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你 这里面的钱呢做过你在酒吧打一年的工了 我不是这样的人 拿了这个钱我们就两清 以后再也不见 你不拿 不会还存在什么小心思吧 我告诉你 我们没有见面的机会 不过说实话 你这个小帅哥做这行 可惜了 夏总 董事长交代你的事 千万别忘了 嗯 知道了 学长 啊 杨帆 董事长让你联姻的顾承锋 不仅私生活混乱 而且还惹了不少官司 不是什么善来 要不是老头子非要我和顾家联姻 我才不会找这种废差 你好 是夏小姐吗 竟然是她 原来是个弟弟 看我怎么拆穿她的身份 你就是顾承锋 是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那晚我 啊 我懂了 那晚你是去酒吧烈焰的 是吧 听说顾总开了三家酒庄 一定很爱喝酒吧 要不尝尝我的珍藏 我 我不会喝酒 堂堂故事集团的总裁 怎么可能不会喝酒 够了够了 干了 跟我床还嫩点 酒都喝完了 还有别的好酒吗 大意了 年纪小 我一定不会喝酒啊 不过 这方面 你肯定会露一下 你这个人嘛 我是挺中意的 顾家和夏家联姻 也是一桩好事 不过有些话 我得说在前头 什么话 我这个人吧 比较强势 要想做我的老公 你可要忍受 顾总事业有成 可惜相见很晚 没见到顾总的真本事 不过没关系 我们婚后慢慢认识 我们婚后慢慢认识 慢慢认识 这里有点闷热 要不我们出去走走 去哪儿